欢迎来到IT Handyguide Tutorial,我是Kevin 那我们接下来来针对这个测试学程 整个测试学程来做一个这个介绍 好 那整个测试学程呢 我们分成五个部分 分成五个部分 那这五个部分的这个简介呢 有在这边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每一个 每一个测试学程他都有一个YouTube playlist 你可以点进去稍微看一下 里面会有所有有公开的这个Preview的部分 你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们测试学程呢 有这几篇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篇呢 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入门的语法 那入门的语法呢 我们这个有关于测试Unitest Framework 就是测试框架呢 有分好几个 有MB Uni 有N Uni 有MS Test 有X Uni 有很多很多个 那其中比较两个最流行的 就是MS Test跟N Uni 那MS Test呢 是我们这个 Fertial Studio内建的语法 你不需要安装任何 Fert Party的Tool 它就可以使用 那N Uni呢 是不是目前几乎很popular 我几乎看到很多的公司都在用N Uni 这个测试框架来做测试 所以呢 我们最好就是两个都要去好好的学一下 那在我的第一篇呢 就会去彻底的让你去了解 这个N Uni跟MS Test的差异很比较 好 那第二篇呢 好 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隔离框架 那隔离框架呢 目前市面上也是有好几个隔离框架 那其中两个最有名的就是N Substitute跟Moke 那我发现呢 并没有哪一个公司特别喜欢用哪一个 就几乎用的频率还蛮平均的 但是这两个是最流行最流行的 那测试框架主要是 比如说就是你要测试Class A 结果你测试Class A的时候 会不小心一起测试到Class B 那这时候你想要把Class B排除在外面 那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个Class B的这个Test Double 那测试隔离框架最主要就是用来生成Test Double 这样子的一个假物件 好那等一下会再解释再稍微深一点 那第三篇呢就是熟能生巧片 那熟能生巧片呢最主要就是透过Core Caffe 那你去了解到 透过Core Caffe 那你去了解到说Core Caffe 如果是100%的话 不代表说是完美 它只是代表说 就是你的Core Caffe 100% 但是如果Core Caffe 是稍微低一点 比如说可能是70% 60%的话 那代表说你可能做的 你可能做的这个 你写的测试的程式码可能不太够 你可能要再多写一点这样子 那我们会找出一个这个平衡点 就是Core Caffe 到底是它并没有官方并没有规定说 你Core Caffe 一定要达到多少 你才是比较完美的一个测试的程式码这样子 而是我是要让你了解到说 这个Core Caffe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它的平衡点在哪里 我们这边在第三篇就是会跟你 用最简单最简单的范例 来跟你解释Core Caffe局的观念 让你了解说你的测试 到底要写到哪一个地步 好 那第四第五篇呢 其实基本上是原本是同一个课程 那只是因为它的时数 录了将近40个小时 所以我只好把它分成两个课程 那这第四篇跟第五篇呢 它都在讲这个Full Assertion 那Full Assertion 它其实是一个通词的语法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我们知道说单元测试的 Uniframework框架呢 它有还有MSTest 有NUnit 有XUnit NBUnit 有一堆一堆框架 那难道我们每个都需要学吗 答案是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学Full Assertion就好了 因为Full Assertion呢 它可以通知 大部分市面上的这个Uniframework框架 所以不管你是在NUnit底下 还是在MSTest底下 你都是用同一个语法 去写这个Assertion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将来比如说可能你去换 比如说你辞职 要去另外一家公司 或是你刚毕业要马上到公司 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将来的公司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Full Assertion 没有关系 你只要学Full Assertion之后 你去任何一家公司 你都可以马上上手 因为你都可以使用同一个语法 好 那我们总共就是这几篇 首先呢测试第一篇 入门语法 就是MSTest跟NUnit的差异很比较 那词片呢是语法的入门 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说 就是这个单元测试的这个Framework Unitest的Framework有好几种 那其中有两种是比较popular的 一种是MSTest 一种是NUnit 那我就是会针对这个MSTest 还有NUnit 这两种不同的语法去写测试 好 那我会用来测试同一个功能 所以透过此篇呢 我将会大量的介绍 MSTest的语法 和NUnit语法的差异和比较 好 那MSTest的语法呢 还有NUnit这两个语法 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Unitest的Framework 好 那大部分的公司呢 其实都会使用这两种其中一种语法 好 来做他们的测试的语法 好 那这是第一篇 所以第一篇呢 我将会让你彻底的了解 MSTest跟NUnit之间的差异和比较 好 这其中大概就已经29个小时 还是26个小时 我也忘了 好 反正很多小时啊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这个第二篇 那第二篇呢 好 就是要 在第二篇 最主要就是要讨论这个 NSubstitute 还有Moke 就是所谓的Moking Framework 我们中文应该叫做 隔离框架 那首先呢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英文 那这个英文呢 其实我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需要写这个 Test的Object 为什么我们需要写这个 Test的Object 来替换我们的 ProductionObject 这个ProductionObject 其实是所谓的 RealObject 就是我们需要写TestObject 来去替换这个真实的Object 然后用来达到这个测试的目的 为什么需要 那我这边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呢 假设呢 你想要Test的 这个Class A 可是Class A里面呢 有使用到Class B 就是说Class A里面可能有个Property 或是有一个Mether 它的这个Mether的这个参数 就是所谓的Class B 或是Class A里面有一个Property 就是Class B的新别这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就是Class A 有使用Class B 其实就是Class A Depend Depend on 这个Class B 有这个E-line E-line Class B 那在这个例子来说呢 其实这个整合测试 Integration Test 就是说 当我们在测试Class A的时候呢 它其实也会测试一点点的Class B 就是说 因为Class A里面有Class B嘛 所以当我们在测试Class A的时候呢 它其实也会一起测试 一点点的Class B 那所谓的单元测试Unitext 到底是什么东东呢 就是说 我们只想测试Class A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Class B 隔离掉 那要怎么样隔离掉 就是把Class B替换掉 我们要写一个模拟的物件 这所谓的模拟物件就是 它的名称 它的专有名词 就是所谓的Test Double 它的专有名词 Test Double就是模拟物件 我们写一个模拟物件 来替换掉这个 这个Class B 就是真实的物件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是用模拟的物件嘛 所以我们就完全不会测试到Class B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只能测试 注意哦 是只能测试Class A 好 那在这个第三篇呢 单元测试 这测试课程的第二篇 对不起不是第三篇 测试课程的 测试学程的第三篇呢 首先我会先 对不起是测试学程第二篇 首先我会先介绍 这个Test Double 模拟物件的观念 那Test Double呢 这个模拟物件呢 它其实有很多种模拟物件 有哪几种呢 有Dummy 有Stop 有Spite 有Mock 有Fake 这几个都是模拟物件的一种 那针对这些专有名词呢 其实不同的学派 有不同的定义 那我 我们做学位呢 本来就是不可以偏识嘛 所以呢 我去读了好几个大神的理论 然后好几个大神的线上课程 我都有去上课 然后全部上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 我深入了解不同学派之间的意义 还有他们的定义 那当然我是在澳洲的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使用老外做学术的方式 所以我将会提供每一个我所读过的资料来源 并且整理我认为比较实用合理的部分 然后提出我觉得合理的论点 然后呢 并且找这些大神 那我有读过很多大神的理论嘛 找这些大神的理论来佐证我的 来证明我的论点不是随便掰的 不是随便忽悠你的 是我的论点是有这些大神的理论来当初我的证据 来证明告诉你说我不是随便掰的 然后那接下来呢 我再来解释这个dummy 就是利用这利用我的论点呢 我会解释dummy star spy mock 还有fake之间的差异和比较 因为它这个 这个的这个定义呢 真的有type 网路上还有这个大神 好几个大神都有不同的定义 所以呢 我必须要把每一个大神我认为他合理的部分取出来做一个整合 然后来讲给你听 好那这个呢 好这一部分呢 你会透过我讲的这一个部分呢 深入的了解 好这个模拟物件的观念 好那 那接下来呢 好当我们 好有了这个模拟物件的观念 我们就可以学会 如何手写 好这个模拟物件 好那这个模拟物件呢 我们目前都是用手写 好就是 就是我还没有讲后面 好我们目前是用手写 可是手写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能力 动态生成模拟物件 那如果我们想要动态生成模拟物件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学会 moking framework 就是隔离框架 好来动态生成这个模拟物件 就是testable 好那这个moking framework呢 这个隔离框架呢 它有很多种 好那有哪几种呢 好我知道的就有moke unsubstitute 还有这个fake it easy 跟renomox 就是我知道就这四种 好那有没有其他种 可能有 但是我不知道 好那其中有两种 最受欢迎的 好哪两种呢 就是moke跟unsubstitute 这两个呢 是最受欢迎的 好所以我会建议你呢 这两个都要把它学会 那在我的这一个第二篇的课程呢 我将会大量的介绍 这个moke框架的语法 然后呢 还有nsubstitute框架的语法 这个是隔离框架 所以我叫做框架语法 然后的差异很比较 那我会分别使用mstest 还有nunit的这个单元测试语法 去撰写 moke隔离框架语法 还有nsubstitute隔离框架语法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你把它排列组合一下 就是2乘2嘛 2乘2就是4嘛 就是排列组合就是2乘2 就是说我会用单元测试的这个 我会用mstest的单元测试语法 去撰写moke隔离框架的语法 然后再用mstest的单元测试语法 去撰写nsubstitute隔离框架的语法 然后呢 接下来再用nunit的这个单元测试的语法 去测试moke隔离框架的语法 然后接下来再去 这个有nunit的单元测试语法 去撰写nsubstitute隔离框架的语法 所以会分成这四种情况来写 好那 我们第二篇呢 最主要 就是要来跟你解释 什么位的 跟你解释所谓的nsubstitute跟moke 好那我们第三点呢 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测试的第三篇 所谓的收能生巧篇 那我们测试的第三篇收能生巧篇呢 最主要就是让你了解这个 好单元测试unitest 还有integration test 整个测试之间的差异和比较 好那首先呢 我会先用tseql 在seql server里面撰写一个 好real database 还有test database 好这个test database 其实是假的database 专门用来做测试用的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database 然后那接下来在anity framework语法呢 好我们会使用anity framework语法 然后来连接seql server里面的database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会透过 好这个会会来撞写一个repository layer 和unitofwar layer 然后我会针对这一个范例的 好最后我会针对这个范例 好来写好这个单元测试 还有整个测试 那并且透过合理的call coverage的观念 来解释好这个测试程式码的 好就是我们写的mstase 还有anity的这个程式码的这个完成度 好那透过call coverage来去做这个判断 好那这个anity framework呢 学成了第五篇跟第六篇的技术成合篇呢 好其实是我目前目前已经有出的这个课程 好那在这一篇呢我曾经讲解了 好repository layer还有unitofwar layer 好都是有搭配好单元测试和整合测试 可是当时呢这个anity framework的部分呢 我是着重于efmodel和database table 直接的互动 好还有他的观念 好那针对这个好针对efmodel之间的互动 好然后但是呢测试的部分呢其实我并没有 好我测试的部分虽然我已经讲很详细了 但是还有很多观念我没有讲得更 我没有解释的更仔细 也没有讲得更详细 所以呢好我必须要在单元测试的课程里面呢 好单元测试的课程里面呢 好去详细的讲解 好我这个ef课程第五篇跟第六篇 没有讲解到的观念 好然后那在这个anity framework 好第五篇跟第六篇 好在我课程设计里面呢 好就是在你在学anity framework 第五篇第六篇之前呢 其实你应该要先去学单元测试 所以我这边是假设 你完全没有学过anity framework的情况之下呢 好完全没有学过anity framework的情况之下 好你要先来上这一个 好单元测试的课程 好那在这个熟能生巧篇呢 好我这边有说 测试第三篇熟能生巧篇 好它最主要是针对 单元测试unitest还有integration test 整个测试之间的 这个差异很比较 那虽然好和这个anity framework 学成第五篇和第六篇有点像 可是呢 好这一篇我更详细介绍这个测试的各种观念 好那在anity framework第五篇跟第六篇 是假设你已经会了 好我这个 好我这边所介绍的观念 好那所之后做的一个延伸 好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呢 好如果你 好读完这个 好你可以你可以 你读完这我们的这个单元测试课程之后呢 那你可以好好去学好好好去学and different world课程 那尤其是第五篇和第六篇 好这样子的话你会有更完整的观念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个测试第四篇跟第五篇 测试第四篇跟第五篇呢 那我们要做课程的 好就应该说是完全按照官方的文件做课程 所以应该不会有漏掉什么东西啊 好那接下来就是啊 在full assertion 里面呢 好我们要在 在我们讲full assertion 之前 我们要先 好介绍一下这个 triple A 的观念 那 triple A 的观念就是 arrange add 跟 assert 那其中assert呢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那它会因为呢你用的unit test framework 的这个不一样 而会有不一样的assertion 的语法 那也就说你去不同的公司 它会有不同的assertion 的语法 因为可能因为你用的unit test framework 是不一样的 可能这家公司用N unit 那一家公司用MS test 这家公司用X unit之类的 所以你就每一家公司的语法都不一样 那我们知道说unit test framework 可能有这么多个 这么这么多个 那难道我们每个都要学吗 虽然我们在第一篇 我们已经很精通了MS test跟N unit 可是其实还有很多个unit test framework 那我们真的要每个都要学吗 答案是不必 我们其实只要学一个full assertion 因为它是一个通斥的语法 它是通用的 你只要学习一次full assertion的语法 你就是一劳永逸了 那full assertion呢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错误讯息 还有你的这个test source code 更有可读性 那它同时也可以用在 donate code donate standard 跟donate framework 那它也可以用在 很多很多个unit test framework 所以几乎你将来以后 去任何公司都可以用 那这边不是我胡乱你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full assertion的这个官网 你可以移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feature complete在这里 它是可以支援donate 4.5 donate 4.7 donate code 我们看到donate code donate code 2.0 2.1 donate standard 1.3 1.6 2.0 2.0 2.1 所以donate code donate standard donate code donate standard 还有donate framework 都可以使用 而且现在还有donate code 3.0 它也可以用了 然后那它还可以去支援 这些unit test framework 那unit test framework 它支援了mstest跟nunit 这两个是最常用的 它同时它也支援了xunit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 再是mbunit mspec 还有nspec 那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市面上 这么多个unit test framework 那你现在只要使用 同一个fullassession的语法 那你就可以使用在这些 不同的unit test framework 跟这些不同的环境底下 都是可以通用的 好 那这个就是它最重要 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是这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一个example 好 那这边我跟你说就是 我们现在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我们的sample value 一个是我们的expect value expect value就期望值 这是范例值 这是期望值 好 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前用mss或nuni的话 我们是使用assert.req 我们是用这样的语法 那我们如果在nuni的话 我们也是用assert.nat 这样的一个语法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fail year message 都是很阳春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用fullassession的语法 就是sample的value呢 应该是你的期望值 你看 你关是它的这个测试的程式嘛 这个叫text source code 它的text source code就已经可读性就这么高了 我再说一次 你的sample value应该是 你的sample value应该是期望值 你看可读性就已经很高了 那我们在看它的fail year message是什么 它fail year message就是说 你的 它期望呢 期望你的sample value是2 结果你的sample value是1 听起来很顺 你知道吗 这个连 连它的英文都很顺 不像它这边是写expect 2 结果是1 所以其实你是知道说 它的这个错误讯息 是失败讯息是比较好的 那因为它真的是可以通知 它可以通知这些东西 也可以通知这些unitext framework 加上它的错误讯息又很好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那我们在第四篇呢 主要是针对simple type simple type就是有包括int string 然后有包括所有的number 有int, double, decimal, byte 这些东西 还有float 还有包括你的string 然后包括一些 datetime什么的 去做测试 都是针对simple type 或是单一一个object来做测试 那接下来在第五篇呢 我们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着重在collection 那collection有intcollection 然后有stringcollection 然后接下来有objectcollection 然后接下来又有这个int int还有string的dictionary 然后接下来还有int 跟这个object的dictionary 这些做测试 那当然最后面还会测试 第五篇还会测试什么 第五篇还会 除了测试collection以外 还会测试xml 测试event 还有测试exception 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那我们整个full assertion呢 都会按照 这边document所写的 document这边所写的东西 我几乎都会cover到 document这边所写的东西 我几乎都会cover到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load 那甚至在最后 在最后最后结尾的时候呢 我还会去跟你介绍这个网站 要怎么使用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个 好整个地 整个这个地 这个测试的导读作 而整个测试这个学程就介绍到这里 好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